5G来了 它的下载速度很快 甚至比我们家里的宽带都要快 除了测速式的速度很快 它能应用到我们生活中的哪些场景呢 最新发布的华为MatePad Pro 5G版 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应用场景 那么平板加5G 能给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吗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一看 说起平板电脑呢 生产力这个词语经常会被提及 作为一个定位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之间的品类 平板想要做到在发挥其便携性的同时 尽可能地获得P媒笔记本的生产效率 这也就成了评价平板电脑的标准之一 大屏是生产力的标配 华为MatePad Pro 5G搭载了10.8英寸的16比10 2K全面屏 屏占比达到90% 这也是目前为止屏占比最高的一款平板电脑 归功于它的4.9毫米等距边框 视野开阔 机身厚度7.99毫米 约492克的金属机身 加上素皮后壳 拿在手里也是质感满满 通过这个大屏可以使用多屏协同功能 就是将手机屏幕投射到平板里 和平板共用一个屏幕扬声器 以及前置摄像头等硬件 当你在使用平板的时候 可以不用拿起手机就能接打微信视频电话 或者在看电影时回复微信消息 不用在两台设备之间相互切换 另外呢 多屏协同还支持通过直接拖拽的方式 在两个终端之间共享照片和文件等信息 不同操作平台的相互打通 能够提升每个设备的操作效率 比如说我在回复微信的时候 键盘上打字肯定让我的回复效率也变高 而当我需要及时给老板发周报时 手机内容快速拖拽到平板上 免去了平板需要再扫码登录获取文件的操作 不过在使用过程中也发现 如果用平板来操控手机 偶尔会出现操作不太跟手的情况 虽然不影响使用 但还是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除了多屏协同呢 平行世界功能是针对目前 大部分没有适配平板横屏的APP所打造的 比如说B站 你可以一边在屏幕的左侧浏览视频列表 一边观看右侧正在播放的视频 并且也可以拖动中间的滑块 任意改变左右屏的大小 想全屏观看也是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一边聊微信 一边刷朋友全火公众号 这样一来呢 就不必要因为和朋友聊天 而不得不退出正在浏览的界面了 区别于花粉比较熟悉的智慧分屏 平行世界呢 是将一个应用分双屏来使用 而智慧分屏呢 是一个屏幕多应用 比如你可以用智慧分屏来比价 左边京东右边淘宝 哪里便宜点哪里 在影音娱乐方面 四个扬声器 哈曼卡顿调音加持 拿华为MatePad Pro 5G追剧还是蛮爽的 作为一款生产力兼娱乐工具 可靠性呢 也要体现在续航上面 华为MatePad Pro 5G搭载了 7250毫安时的大容量电池 并标配40W有线快充 和27W的无线正向快充 而且还支持无线反向充电 经过测试 使用40W的有线快充 30分钟可以从0充到36% 充满电需要大约100分钟左右 反向充电绝对是你 用之前没有什么感觉 但你用了之后就非常喜欢的功能 平板不用的时候就正面朝下放着 手机只要往上100就能充电 平板不断电 手机就也不断电 我们对于平板的要求 有的时候不止于一个平板 如果一台轻薄的平板 拥有一个PC的性能呢 那它可能会变成一个速箱 但是如果通过5G将PC移植过来呢 华为MatePad Pro 5G搭载了 70990 5G SOC芯片 从性能系统流畅度 以及AI算力方面都为其提供保障 通过5G的高传输速度和低延迟性的特性 华为的云电脑服务可以让用户远程访问云端PC 当然这个云电脑并不是免费的 在华为云电脑的APP中 你需要购买时长才能够接入云电脑 一个小时 两到四元不等 价格越高 相应的配置也会越好 另外你也可以购买数据盘和数据保留时长 大概呢就相当于云盘的作用 不仅可以生产力 还可以通过云游戏 让这块平板电脑来运行各大平台的游戏 比如非常吃配置的战地舞或者刺客信条等等 怎么样 是不是游戏党们的福音 但是经过我的实际体验 在使用MatePad Pro 5G玩这些游戏大作的时候 因为当前网络速度的原因 有时会出现掉针的情况 但不得不说 它也算是提供了又一种玩游戏的方式 华为MatePad Pro 5G配备了一个智能磁吸键盘和一只手写笔 键盘和平板的保护套合二为一 因为平板提供了两个角度的吸附位置 非全尺寸键盘 但体积小按键舒适 要是再有个触控板就更好了 手写笔华为M Pencil 可以被吸附在平板的顶端 吸附后自动连接蓝牙并开始充电 充电30秒可以使用10分钟 一个小时可以充满 评价一只手写笔是否好用 就是看它够不够精准跟不跟手 华为官方宣称 M Pencil拥有低至20毫秒的低延迟 在我们10倍慢放的镜头下 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笔尖和画出线条之间的同步性 这只笔对于我的吸引力还在于非常快速的笔记 在平板锁屏状态下 只需要将手写笔清击一下屏幕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华为备忘录 这样在开会的时候呢 就能快速地进入到笔记状态 而书写的真实性也能帮我们加速记忆 所以如果你要买华为MadePad Pro 5G 我也会推荐你带上这只笔 如今的手机都在向高性能大屏方向发展 而折叠屏手机的出现呢 又进一步压缩了平板的生存空间 再加上安卓平板一直以来的性能劣势 所以它一直就未能摆脱 大屏影音娱乐的命运 但是为了拓宽使用场景 它必须从大屏影音娱乐 向生产力工具的方向靠拢 从这台华为MadePad Pro 5G上 我们看到了无论是从性能系统 还是软硬件配置上 华为一直在努力 多屏协同可以将两台设备 集中在一个屏幕当中 一个终端两个平台 信息共享变得更加便捷 平行世界将平板的大屏最大化利用 智慧分屏则可以让你左边上网课 右边记笔记等 再加上5G下的华为云电脑 外接一个鼠标 平常写写稿做的表格是毫无压力的 那么在5G通信技术的支持下 在华为技术的投入下 安卓平板是否就此崛起 成为一款不可替代的生产力工具呢 未来的平板电脑 是否能取代电脑 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主力机呢 也许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 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转发评论 这里是皇家评测 我是Eva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 搜索皇家评测 观看新品首发评测 三二一 OK 好 收工 辛苦大家 然后我们一起来拍张工作照吧 三二一 耶 耶 谢谢大家